潜艇怎样攻击地面目标 这一点很是问题 毕竟大家都知道 潜艇的主要作战武器是鱼雷 而鱼雷想要攻击地面目标 不能说是天方夜谭 也只能说是南如登天 但就在1953年7月 一道从水面上腾空而起的火光 回答了这个问题 也带来了这个问题 最终也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一战和二战时期 潜艇作为一种水下小人 主要担负的是破交任务 即通过摧毁敌人的水上交通线 从而遏制他们的战争潜力 偶尔他们还可以通过极高的隐蔽性 执行舰队前卫侦察 或者是在舰队决战结束后 抓一些落单的倒霉弹的任务 当然人的贪欲是永无止境的 由于潜艇卓越的隐蔽性 也有人在想 他们是不是也能执行一些 偷鸡摸狗的任务 比如在一战时期 由于鱼雷技术不发达 德军U型潜艇就经常使用 甲板上安装的88毫米炮 来炮击过往商船 完成破交战 既然炮击可以攻击水面目标 那自然也可以攻击岸上目标 只是这时各国潜艇吨位有限 还是以U艇为例 甲板炮最大的口径也不过88毫米 其高爆弹对岸上目标 造成严重伤害的概率 还没有自己被岸炮秒杀的概率大 那能不能装上口径更大的火炮 专直对岸上目标攻击 或者是通过水面炮击的方法 重创商船等目标呢 倒也不是不行 1932年2月23日 日军潜艇117号 就通过甲板炮 炮击了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 埃尔福德油田 而在此之前 老牌海军强国 更是开发出了自己的炮潜 即安装有大口径火炮的潜艇 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有 安装有305毫米火炮的 皇家海军 M型炮潜 以及安装有双连203毫米火炮的 法国海军蓄库富号潜艇 M型炮潜的体型比较小 只有不到2000吨的潜航排水量 蓄库富号比较大 同时拥有鱼雷和火炮武器 潜航排水量约4400吨 是当时普通潜艇的4倍多 当然凡事总有代价 炮潜的代价是什么呢 首先炮潜实际上还是潜艇 受制于潜艇狭窄的内部空间 火炮的装填和运作 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就导致了炮潜的主炮射速 实际上不如同口径的水面 占件主炮 其次由于潜艇需要长时间潜航 武器长时间进没在海水中 锈尸速度极快 很难对火炮进行有效保养 最后虽然乍一看 炮潜火力很猛 但是他们的火力 只能在近距离发挥 再加上自己还是潜艇的小身板 在和岸上火力 或者水面舰艇交火时 很容易被炮弹击中后 由于损管无法控制进水而弃箭 还有一个导致炮潜成为鸡肋的问题 在于火炮固有的射程 305毫米舰炮的射程 至多也不过14公里 无法打击纵身内陆目标 如果要覆盖一个面状目标 其效能甚至不如太平洋战争时期 美军临时改装 用以对岸支援的LSMR火箭炮登陆舰 那既然潜艇装大炮非常鸡肋 那换其他武器会不会好一点呢 在二战中 飞机成为了海战的主角 航母成为了舰队战斗的核心 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 是因为航母舰载机能飞多远 航母就能打多远 那如果给潜艇也装上舰载机 潜艇的打击范围 不也就相应的变长了吗 说干就干 非常重视海军的旧日本帝国海军 就开发了1400型潜水航母 这种巨无霸的潜航排水量 达到了惊人的6665吨 堪称水下的重型巡洋舰 它既可以使用舰手的 8具533毫米鱼雷管 发射20枚95式鱼雷 也可以在水面放飞自身携带的 三甲爱之M6A1青蓝水上飞机 这些飞机可以携带 一枚800公斤炸弹 或者等重的航空鱼雷 对水面或者岸上目标进行打击 作战半径约500公里 这些水上飞机经过特殊设计 机翼可以从一根处开始遮叠 以便适应狭窄的潜艇挺身 1400型潜水航母的最初任务 是凭借自身卓越的隐蔽性 向巴拿马运河的船闸发动袭击 阻断大西洋美军向太平洋的支援 但很快日本就投降了 青蓝核1400也被美军俘获处理 但此时 从水面发射飞行器攻击远处 地方单位这一思路 已经被刻进各国武器设计师的脑海 当世界越过了二战 来到了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并没有停止 对潜艇远程打击方式的追求 在这一时期 由于核弹的出现 潜水航母再次被踢上日程 即使潜母只能搭载几架飞机 但只要这些飞机都挂在有核弹 那么潜艇就可以对一个广阔的区域 造成致命杀伤 这就是二战和冷战的区别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美国人真的设计了个潜水航母出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音AN1潜水航母计划 它通过垂直的火箭发射架 来发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核武器攻击机 有点类似于德国末日计划中的 BA-349拦截机 在执行完任务后 这些飞机会返回母舰 并且垂直降落 完成回收 不管设计师们怎么看 但是让飞行员们做火箭一样 躺着被打出潜艇 还要像鱼雷一样待在发射舱内 在潜航中待机 我觉得他们应该宁愿因为抗命而去蹲监狱 好在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不太高 因为潜艇太大了 在水下毫无隐蔽性可言 即使是笼子也能隔着几十公里听见这东西 在海里慢慢爬的声音 而且让飞行员像火箭一样起飞和回收 很显然称不上什么人道 所以波音AN1潜水航母计划 更多只是炫技一样的设计稿 其实在1950年 投送核弹早就可以无人化 早在1947年5月 美国陆军航空队就授予了马丁飞机公司 一份涡轮喷气动力亚音速导弹的合同 这个项目代号被称为XSSMA1 名称斗牛式 这是一种基于德国V1技术制造的巡航导弹 它既参考了德军的V1导弹 也参考了V1导弹的美国副制品 GB-2导弹 与其说这是导弹 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无人飞机 它没有采用V1和GB-2上的脉冲喷气发动机 因为它们不仅耗费燃料 而且效率太低 射击人员转而采用了飞机上使用的涡喷发动机 再加上当时巡航导弹 所使用的类飞机状的气动布局 所以它比起导弹更像是一架飞机 这种导弹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 京都最多允许1.6公里的误差 对于核弹头来说尚且可以接受 眼看空军弄了一个核巡航导弹 海军自然也不甘示弱 在那个时代 海空两军都在争夺核弹控制的归属权 空军认为战略轰炸机可以将核弹投送到世界上任何一点 而海军只需要专注对舰艇作战 并不需要关注核弹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毕竟比基尼环交行动就已经证明了 空爆或者水爆核武器对于舰队的摧毁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而海军自然也不允许空军掌握所有的核武器 因为这会导致海军在美军中的话语权下降 在二战时代 如果美军想要攻击地球上的任意一点 空军是做不到的 只有海军舰队和航母舰载机 允许空中打击力量在地球上任何一点部署 而导弹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 所以在当时 美国海军视斗牛市为最大的威胁 并一定要对标器研发出属于海军自己的巡航导弹 或者说无线电遥控自杀式飞机 还是携带有核弹投的内容 很快在1947年8月 新导弹的项目规格就被海军公布 导弹必须携带3000磅的弹头 在0.85马赫的速度下 射程为500海里 原概率误差为射程的0.5% 即每飞行1海里 仅允许0.005海里的误差 在极限射程下 导弹必须有50%的概率 落在目标的2.5海里以内 以保证核弹投最大的杀伤力 在海军的要求下 设计师们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发 实际上 海军早在二战时期 就已经对GBR巡航导弹 展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这次开发全新的巡航导弹 并不算是赶鸭子上架 这项任务被海军交给了 拥有丰富导弹研发经验的沃特公司 不是开发5号化合物的那个沃特 是由F4U海盗 M270MRLS等多款武器开发经验的那个沃特 如果开发武器的沃特 是那个开发5号化合物的沃特 那本位面的地球 应该也用不到核导弹这种东西了 在这之前 沃特的任务是开发一款 射程达到48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 在47年8月之后 这项任务被紧急改变为 海军巡航导弹的开发计划 经过紧锣密鼓的研究 1950年11月沃特拿出了他们的回应 SSMN-8巡航导弹 只不过当验收军官赶到试验场时 他向沃特的工程师们发出了灵魂拷问 导弹为什么要有轮子 你确定你造了一枚导弹 SSMN-8痴子座 是一种适用于50年代美国海军 舰队型潜艇的巡航导弹 之所以要为它增加轮子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根据空军斗牛式的经验 在现阶段没弄清楚 巡航导弹怎么设计最好之前 不如就弄一架 无线电遥控的喷气式动力飞机 毕竟巡航导弹不知道怎么造 飞机还不知道怎么造不成 为了测试原型机的飞行稳定性 以及不至于让原型机 打一发损失一发 沃特公司还非常整股的 装上了起落架 这样一来 就更像一架飞机了 都说开工没有回头件 天时星导弹不仅能回头 还能自己落回舰袋里 这也算是冷战时期的 奇思妙想之一了 在外形上 沃特的工程师们 大幅度参照了F-86战斗机的 气动外形 所以导弹拥有和F-86 相近的控制垫面 以及几乎一模一样的后掠翼 但由于沃特并不准备制造 神风自杀机 所以天时星并没有安装驾驶舱 当然 如果这枚导弹最终会出口给日本 相信沃特还是会在上面 安装驾驶舱 增加最终阶段攻击的精度的 玩笑归玩笑 SSMN8的设计 还是相当可圈可点的 这型导弹可以被美国海军 所有特殊改装过的 标准舰队潜艇搭载 省据了为一种弹 专门制造异形潜艇的麻烦 一般来说潜艇只需要在指挥塔围壳外 加装一个可以容纳两架导弹的机库 就能完成导弹发射时的准备工作 在需要发射狮子座导弹时 潜艇会上扶 潜艇艇员将机库从外侧打开 将导弹推出机库 并在发射架上锁死 在完成机翼的安装之后 这枚导弹就完成了发射准备 这型导弹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发动机来设计的 在发动机方面 设计师们选择的是洛克希德F80流星 使用的爱里逊G33发动机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大大缩短了研发进程 该发动机在海平面上的推理为4600磅 支持导弹以0.8到0.9马赫的高压音速飞行 在发射之后 SSMN8可以由舰艇或者引导站点 以特殊的无线电频率接力或者持续引导 而且它还可以中继制导 极由潜艇发射后 使用安装引导设备的飞机遥控半飞 从而操控导弹 精确命中目标 整个过程有点像空军的小豆犬空对地导弹 只不过狮子座是一架战斗机那么大的庞然大物 为了让半飞的飞机可以清楚看见导弹的位置 狮子座还设计了发烟系统 轻制燃料油储存在机载油箱中 并泵入导弹末端后部的发动机排气管 飞行员可以在需要时遥控选择打开或关闭烟雾 一般来说 烟雾是间歇性释放 以避免发烟燃料迅速消耗 但比较智能的是 如果机载系统检测到信号削弱长达8秒 就会自动触发寻找模式 持续发烟 让飞行员能重新建立连接 总的来说 空军在玩导弹方面还是不如海军 海军不但有AIM-7和AIM-9这种使用到了21世纪的空空导弹 就算是在巡航导弹方面 它们也丝毫不差 狮子座的设计比斗牛式要先进得多 比如 只需要两个引导站就可以精准引导狮子座命中目标 而逗牛式要至少三个 或者逗牛式的助推器必须和带机一体安装 而狮子座的助推器甚至可以在地面上安装 以滑跑姿态起飞 但仅限于安装有起落架的原型机 1953年7月 狮子座首次从右鱼号潜艇的甲板上发射 随后八倍罗号潜艇也接收了此种改装 这两艘二战时期的舰队潜艇是美国海军第一批核威慑巡逻潜艇 1958年 美国海军建造了两艘专门发射狮子座巡航导弹的潜艇 格雷伯克号和咆哮者号 当然 此时的核威慑潜艇还是使用常规动力的版本 后来 美国海军建造了核动力的大笔木鱼号 它不再设置维壳外发射架和弹药库 而是改为内部储存 增加防水的同时也可以容纳更多弹药 这可以称得上美国海军第一种专门为发射巡航导弹而设计的巡航导弹核潜艇 后来 这些潜艇安装有使用Tronas系统 全称是战术雷达全向水下导航控制设备 这使得巡航导弹潜艇在发射之后 可以自己引导导弹 而无需掩成引导台 就可以命中目标 极大的提升了导弹的精度 虽然狮子座堪称冷战早期最成功的潜射核巡航导弹 但它并非没有缺点 它的致命缺点就是 潜艇必须浮出水面才能发射导弹 这在潜艇面对反潜力量完备的海军 诸如苏联红海军时 其生存能力相当堪忧 而且在缺少无线电引导下 以及飞机引导的情况下 潜艇不得不使用自身系统引导导弹 这也就代表 在发射导弹之后 到导弹命中时 这一段时间内 潜艇必须在水上保持静止 再加上是由无线电邮 在这段时间内 潜艇极容易被无线电侧向定位 从而招致暴富火力 狮子座的射程更是让这点血上加霜 它的最大射程约为225海里 差不多是400公里 恰好位于远程反潜巡逻机的覆盖范围之内 如果当时美苏真的爆发冷战 那发射狮子座巡航导弹的 并不是一件轻松工作 潜艇艇员们必须抱着一换一的觉悟 在苏联反潜火力和反舰火力的威胁下 发射巡航导弹 并且持续引导它指导命中 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1961年 可以从水下发射的UGM-27 北极星核弹道导弹服役 它的射程更远 精度更高 并且不需要潜艇时时刻刻引导目标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并行之后 狮子座就退居而现 不再担任核威慑任务 但狮子座的故事并没有到这就结束 沃特的工作人员始终不承认 他们弄了一个无线电遥控飞机 而是一口咬死 这就是巡航导弹 所以在1959年 USS-8倍罗号潜艇协助USPS的前身 送了一次超级特快 1959年6月8日 该艇在弗吉尼亚诺夫克军港 向佛罗里达州梅波特海军基地的海军辅助航空站 发射了一枚狮子座巡航导弹 但这并不是核弹版本 其中的战斗部是一大堆邮件 这是美国邮政历史上最著名的火箭快递 涡轮喷气发动机 在这次远程巡航监测室中 表现出来极高的可靠性 并且那些邮件的效率也很快 从潜艇到达目的地只花了22分钟 当然 由于狮子座可回收的弹体 以及窝喷发动机的油耗 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极其划算的 毕竟邮局所付出的只是油钱 而寄舰人则可以获得远朝今天航空快舰的失效性 尽管邮局方面非常热情 但国防部却给他们泼了个冷水 因为狮子座可以携带核弹头的缘故 这些导弹万万不能朝着苏联方向发射 不然会造成严重的误判 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且由于无线电遥控技术的精度问题 国防部十分担心 这些邮件会带着弹体 砸在某个倒霉弹的脑袋上 到时候要赔的可不只是钱 还会有国会对海军核威慑能力可靠性的质疑 等一系列数不清的麻烦 所以 这个计划在首次测试后被取消 当年从巴贝罗号上发射的狮子座导弹 其上安装的一个邮件容器 也被康涅狄格州 格罗顿的美国潜艇部队博物馆收藏 现在还能看见 所以你们认为 狮子座到底是一枚导弹 还是一架飞机呢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下期视频见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蒲昌 莊 你 温这份时候 这帅子是个小邮件 你们要看 的